为支撑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 由省政数局指导谋划的算据员 算力资源发布共享平台 今天在广州数据交易所正式上线 此外 广州首个公共数据运营产品 企业经营健康指数顺利完成交易 产品将以数为枚 为企业发展与创新保驾护航 三 二 一 算力资源发布共享平台正式上线 作为国内首个集算力加交易加场景 三位一体的算力资源发布共享平台 汇聚了政务云 国资云 智算 超算等算力资源 提供需求匹配 产品供给 资源共享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将有效赋能千行百页 广州作为国内数字经济大势 率先将公共数据以授权运营产品形式进行交易 在政府指导企业参与市场运营的合作模式下 市政数据联合住房公积金 市场监管等部门 将企业金融数据进行隐私保护计算 经合规审查登记后进场交易 公积金的两项指标呢 它是属于这个企业的健康 经营健康的一个指标 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的缴交公积金是很有帮助的 为中小微企业融资贷款强化支撑提升贷款的可得性 经营健康指数也可以帮助企业了解自身的经营状况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和改进 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 此外 企业经营健康指数公共数据运营产品 兼顾数据共享开放与风险监管 为数据安全规范流通提供有利保障 为全面拓展数据交易生态 广东围绕企业经营痛点和发展需要 开拓了37个新数据产品 覆盖农林牧鱼 公共服务 文旅等16个重点行业 以数据流通优化营商环境 赋能实体经济